好 剛剛的階段我們介紹了很多收納的小玩意兒 那這個階段我們可以介紹哪些東西給觀眾朋友呢 我最近非常喜歡 還有製作人也非常喜歡 買紙膠袋 紙膠袋 就是最近很流行的一個文具類的行星 對 因為它就是進可攻退可守 它自己放在那裡漂亮 然後它又可以讓別的東西也變漂亮 好厲害的樣子 是不是該收集 對 那這個紙膠袋呢 其實我們每次在使用的時候 就是它會一捲一捲拿出來 然後要拉開來剪刀剪 其實不太方便 還蠻麻煩的 然後其實我有看到房間會賣 紙膠袋專門的膠袋台 都好貴 對啊 所以呢 就有一次呢 因為我會喝那種 小罐的飲料什麼基金啊 人參之類的 然後它就會有 小包裝罐 哇 這個可以拿來用嗎 對啊我想說 這大小好像還蠻剛好的 所以就稍微動了一下腦筋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做成什麼東西呢 膠袋台 哇好厲害喔 而且就是用紙膠袋做的膠袋台 你看眩不眩 真的好棒喔 對啊 而且就是 其實只要花費一點點的時間 然後還有就是身邊的一些小東西 就可以完成了 那這樣子我們要準備拿一些東西呢 首先呢就是小的 盒子紙盒 然後還有就是 我們等一下會為了要 因為這個紙盒其實它有一點軟 我們在拉扯膠袋的時候 它可能容易變形 所以呢我會準備瓦刃紙 等一下用來增加它的強度 然後還有就是一些 比如說免洗塊啊 然後還有切割用的東西 我們一一來介紹 我很好奇 像紙膠袋啊 膠袋台通常前面這個 都有一個鋸齒狀的東西 一個切口 對 這東西要怎麼去找來啊 這當然是去專賣店買的喔 真的嗎 那不是很麻煩嗎 謝謝你的 這個 我想說 這麼勤儉持家的你應該 對啊 我怎麼會去專賣店買這種小東西呢 所以呢 我們該用什麼東西來取代 做成像這樣子的一個鋸口呢 好 你看一下這個鋸口 你有沒有覺得它似成相似 是不是也是在家屋會有的東西呢 你可能要把它放大一點看 它是我們保鮮膜 用來撕斷保鮮膜的那一串牙齒 哇 現在保鮮膜也是一個好物 對 用完都不要丟 紙肘可以用 連這個牙齒也可以留起來 對啊 超方便的 好 那就是呢 我們等一下就是把 你的這個保鮮膜用完 用完之後 你再把它剪下來 對 好 那我們來開始做 如果說呢 那我要做這一個膠帶台的時候 我首先就是要讓膠帶可以進去 所以我要先做一個開口 好 那它的開口的話呢 我們就把它做成是一個L型 好 那你L型的話 你一開始就是先測量一下 我膠帶要放進去的時候 它需要多大的空間 好 那你就去測量 好 在你的這個紙盒上面測量 然後畫出一個記號 用剪刀剪下來就可以了 好 那因為紙盒上面 它一定會有很多它的商標或圖案 好 那我們紙膠帶有時候 它是有點半透明 它蓋不住那個圖案 所以呢 我就會先用 白色的核紙膠帶 核紙膠帶 就是最基本的那種畫圖用的紙膠帶 然後也就是說它比較便宜的紙膠帶 對啊 然後呢 先把它表面貼過一層 一方面可以把圖案遮掉 另外一個呢 就是我們也是先增加一下它的強度 OK 然後我們把它外牆給糊好以後呢 我們就是開始要增加它的內側的厚度 對 就是在拉扯的時候 不會一下就壞掉了 我們就用那種不要的包裝盒的瓦刃紙 量一下它的那個長度 那每一側 我做的時候呢 我是覺得它的底部最需要加強 所以我就是在它的底部四周的長度 我都量好 然後量好之後剪裁下來這樣子的 所以大概的大小就是這邊的長度 跟這邊的緩度 所以大概要準備四條囉 沒錯 然後我就先把這個先包好 然後呢這個部分做好之後 你就是用雙面膠或者是膠水都可以 那就是把它翻進去 像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呢 就是千萬不要忘了安裝牙齒 那牙齒的部分呢 我們在剪裁下來的時候 然後那你記得就是不要直接就剪這片刀片 因為這樣的話它可能不太容易附著在你的紙盒上 你在拉的時候它又黏不太緊 然後它又掉下來 基本上也是差不多是留這樣子的高度 但是讓牙齒可以高一點點出來 牙齒要記得高一點 不然會發現你的膠帶不是很好拆 那一樣因為這邊都是紙張 所以呢你只要用白膠 或者是雙面膠都可以這樣固定起來 所以它一個雛形已經出來了 對 它的雛形就出來了 然後接下來呢 那我們要怎麼把它 對啊 我的紙膠帶要怎麼弄呢 紙膠帶就是把它撕開來貼上去 就是說它做好了以後 可是我們一看到一般的膠帶台都會有一個 我以為你在問我怎麼把它包起來 想說膠帶就有黏性了 好 對不起 是要怎麼把它裝進去 要把它裝進去 你會發現這裡面所有的部分 就是通通把它貼滿了 因為我覺得只要看到的地方都有漂亮紙膠帶 心情就會非常的好 那貼好之後呢 這捲呢我們放進去之後 你會發現在拉扯的時候 它可能會一直往前跑 對 那這樣會很煩對不對 我們怎麼把它固定去 幫它做一個中間的軸 好 那我們就是用打動機 那像這種長型的打動機 你可以方便這樣直接伸進去 好 那你就是直接把它伸進去到最底 好 然後打一個洞 好 啊 好方便喔 很方便 好 然後這一側 就是呢我會用 還是一號大概目測對不對 我會用它這一個夾子的身體 靠著 因為我剛剛在剪這裡的時候 直接用它的那個深度去量它的 對 我就直接是推到最底 然後因為這邊剛剛是已經都量好了 對 所以它們兩個一定是平行的 所以我就信任它 信任你自己的 對 其實就信任我自己 好 然後呢一樣就是這個靠起 然後這個推進去 那這樣就八九不離十 有一點點的誤差 我不會怪我自己 好 這樣子呢 基本上就會打出一個平行的洞 那這個東西呢也是竹筷子 就是很容易看到的東西 對 就很容易隨手取得的東西 對 你把它剪斷之後 用砂紙稍微這個尖端磨一磨 才不會刮到手 然後呢接下來就可以安裝啦 對 我們也是把膠帶放進去 然後稍微推進去 竹筷子穿過去 對的 有沒有 好 穿過去之後 其實這樣子就差不多完成了耶 好 然後拉出來 真的耶 你的膠帶才就完成了 好厲害喔 很可愛喔 可是這邊兩邊會不會很容易移動呢 對 你如果怕它滑來滑去的話 其實你可以比如說用個黏土做一個東西 把它卡住 或者是說很簡單直接用個夾子 就很可愛 又變兔耳朵 對 又可以固定又可以隨便 隨時可以拿起來 所以這樣子很簡單的一個膠帶台就完成了耶 對 接下來呢我看到這邊有一個另外一個收納的物品 對 是一個小抽屜 對的 那這個我們要怎麼做呢 像這一個盒子呢 還有包括它本身的架子 也是用我們就是生活中會用到的 喔 真的嗎 它看起來很貴耶 它其實是用廢物改造出來的 那我們用什麼樣的廢物呢 那個廢物就是牛奶盒 原來牛奶盒可以做出像這樣子的東西耶 對啊 很方便 它其實牛奶盒它用來做櫃子的話 它是有一點軟的 但是呢我們可以就是跟剛剛的原理是一樣的 我們幫它多加一點那個支撐 這樣它其實就是在我們一般辦公桌上面的收納的任務 其實它還是可以達成的 那就請豆喵老師來示範一下 好啊 這個長型的盒子呢就是高的那種牛奶盒 好 那我們也是一樣把它包裹起來 那這部分我們這次先不介紹 因為之前已經有介紹過類似的做法 好 然後我們今天要看的呢 就是這個抽屜的部分 好 那抽屜的話呢 我們可以先把它 給我一下喔 先去測量一下說 你到時候要放進去的這個櫃子的高度 來決定你這邊留下來的長度 大概測量好 你就不要量得太密 因為我們等一下貼了布之後 它還會再長高一點 所以要留一些空間 可以讓它活動的 差不多留個半公分的空間 好 那剪下來之後呢 這個把手呢 是我們在一般的手藝店 可以買得到的一些配件 它真的很可愛 而且它還有附螺絲 所以我們要把它做到牛奶盒上面的時候 因為這個螺絲啊 它的長度 太長了 對 它一定會戳出來 所以呢 我們就是 也是利用這種瓦韌紙板 那你可以先測量一下 我的這一個螺絲的長度 大概需要多少的瓦韌紙板 來吃它的這個螺絲的部分 好 那你就是把它給 一樣用白膠也可以 雙面膠也可以 直接把它黏貼進去就可以了 然後黏貼完之後呢 對啊 我看到你這邊準備了一個鋪棉 這是要做什麼用呢 它是 其實它是那個 之前用剩的布置布 那它等一下的作用就是要拿來貼 盒子的底部跟盒子的內裡 有沒有 這樣看起來就是會比較漂亮 而且放東西的時候就是感覺很有質感 好 然後這部分的話呢 布跟紙的結合 其實只要用白膠就可以了 先簡單的塗 塗抹起 命你留一個是自己手可以拿的 空間就好了 所以基本上我們的布 也只是要黏起來 對 可以包裹起來 然後再往裡面折 做一個修飾 好 你看 就是你只要簡單剪一小塊布 然後呢 用白膠固定起來 牙口稍微剪 對 這樣貼起來就是比較平 一樣也是用白膠固定好以後 白膠黏貼進去 同色系的布置布 其實你只要剩的就可以拿來貼 因為它在底部看不到 貼完之後呢 就是再把這一片 黏貼上去 把它遮蓋起來 所以裡面的做法也是一樣 裡面的做法也是 先塗滿白膠以後 然後再把這個布 黏貼進去 然後呢 最後也是一樣用我們的底部 再把它黏進去 把這個部分蓋起來 然後呢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要把這個把手給鎖進去 對 這個把手要怎麼鎖進去呢 比如說你有錐子的話 你可以先比一下 所以我這個把手到時候要安裝在什麼位置 OK 然後大概看好位置之後呢 你就是用錐子在這裡 先鑽出一個洞 好 然後你鑽出一個孔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你在上螺絲的時候會比較好上 那只要你把螺絲給鎖上去之後呢 這個小抽屜就完成了 那你如果有用其他的把手的話 其實也是用黏貼的方式就可以 那這就是今天呢 我們為大家介紹的一些辦公室收納小物 還有一些裝飾的小物 希望對大家都很有幫助 不過對我一定最有幫助 那詳細的做法可以上我們Live的生活的官網 或者是Facebook的粉絲團 對 然後你也可以寫信給我們更多精彩的內容 大家下次再見囉 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